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一個轉個名譬如好辣醫師團 你也有超害羞問題不敢看診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來幫你一一解答 好辣軍團 幫你問出羞於啟齒的超私密困擾 請幫小護士張文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問你 你有沒有去看過醫生 然後就是有一點難以齊口 難以齊口 不會 不會不要看醫師 該看的就要看 像我 不是 我因為我有一個經驗 尤其是女生看婦長課的時候 羞羞病 這個我們講過 對 而且那時候才剛 應該剛成長 你是什麼時代的人還會羞羞 你應該是滿開放的 沒有 南部人都會比較害羞 對 是到了台北之後就 那我問你 喂 你幾歲開始看婦科 十五歲 十五歲看婦科 對 而且我第一次就是媽媽 強迫你去看的 對 強迫我去看的 那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小心 因為女孩子嘛 容易長青春痘 對 我就不小心 就是因為是來 然後來完了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會痛嗎 會痛 為什麼痛 然後因為肚子 我就說媽媽我這麼高 然後就覺得 好像怪怪的 而且我那時候又以為說 我那邊是怎麼了 因為它就是 有點像點子 然後又摳 也不能摳 摸了就會痛 對 但是你媽媽還算滿開明的 一般媽媽在鄉下的媽媽 就自己摸就好 沒有 因為她覺得說那個會感染 所以就帶你去 帶我去看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好像要幫我怎麼了 你知道嗎 很像 長得像鄭承傑這樣嗎 對 鄭承傑絕對不是我 我那個 人不是我台 人不會恐怖 我覺得機器比較恐怖 機器 你說那個涼涼的 對 最主要是那兩個你知道嗎 那個 八爪椅 那個叫什麼椅 八爪椅 那是八爪椅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好不好 我內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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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小姐妳講的是 前去商務妳的那個 妳講的是沒開用 汽車旅館 對 那個椅子 內整台 內整台 我就跨上去 對 然後我當時就是覺得 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因為我就是被扒開 然後醫生又拿了一個 很長的一個 棉花棒 棉花棒 然後在我那邊就是 抹藥 抹藥 對 很癢 講得這樣好像是 昨天發生的事 所以說 所以她很在意這件事 當然很在意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看病 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跟醫生開口 妳是不是看了那一次之後 就在也沒有去看了對不對 很害羞 對 她都沒去的 沒去的 現在有沒有去分兩個看過 沒有 不太敢了 來 我們來今天看 今天看的就是 病患收不出口的救診困險 這些問題不敢問 怕醫生覺得我小題大作 是 我這邊呼籲大家 其實醫生什麼問題沒聽過 我們早就有處變不驚了 再怎麼好笑 我們都會憋住 不會當場笑出來 所以大家要努力 就是說你不要繞圈子 想問什麼問題 就直接問 有一個二十幾歲的一個男生 那來的時候 他 他就說 洪醫師我那個 貧尿 腰痠背痛 然後小便好像有點白鎖 那他講說 那個洪醫師你可不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那一聽我又覺得 會不會是腎臟的問題 蛋白尿就驗了一個小便 那小便他說 我看出來都正常 是水喝太少 我說多喝點水 可是他又 當你認為你把病人問題解決 可是他還是不想離開 他還想要預言 那個表示他沒有說真話 他說 洪醫師真的 我這樣就腎臟沒問題嗎 我覺得他預言 我就再幫他檢查 抽血超暈波做完之後 還是正常 他還是 我在想他還是沒有講出 他真正的秘密來 他說 洪醫師我沒有盛虧嗎 那他就接著就說 洪醫師我 好 我老實跟你說 他終於要講他的秘密了 他說 洪醫師我二十幾歲 但我都還沒有性經驗 然後我最近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可能要發展到那樣的關係 可是他在 他以前沒有女朋友的時代 是他都靠他的左右手 他很擔心 他常網路上說 經常他看A片 然後玩左右手 他會覺得說 我會不會那個不行 還會不會太短 這是男生 很多男生會擔心的問題 那我就知道 會有這樣子嗎 對 我就問他說 他說 你很... 你很直接 我說你 當你很有精神的時候 十公分 我在想 我沒有辦法當場給他量那個 那我就說 你很興奮的很快樂的時候 幾公分 他說十二公分 那我就說 這個在中國 台灣的平均尺寸 是還滿不錯的 可是他還是很擔心 他說 可是我看A片 好像尺寸好像比較小 我說你比身高 不要去跟籃球隊員比身高 他們那個都是拍片的都是側 他是職業的 都是職業的 對 他還是沒有信心 我就到後面去 請他褲子脫下來 這時候就是 發揮我專長的時候 他那時候當然是 沒有很活潑 我就戴手套 因為我就跟他講 我是那個 我們是軍醫系統出身的 我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支援過非常多的 兵役體檢 我月鳥無數 尤其是年輕的孩子 我一次是兵役體檢 可以看幾百負到上千負的那個 那我一直看說 你要相信我 那我就給他看了一下 我說你這個事實上是 非常好用的 經過我的認證 我就蓋個合格章 這個他就很有信心了 對於這個大小的迷思 其實台灣的男生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男生 都會認為他那個太小 太太會嫌他 或女伴會 可是後來做統計 真的會覺得 女孩子覺得對方太小 大概不到6% 100不到6% 而且有27% 是覺得太大了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這件事當然那個 不要去陷入那種迷思 事實上是 不是大小 有愛有愛 對 要有愛有前戲 女生當然會更多 有更多就是覺得私密處 很不好意思看的小問題 那常常會困在說 我這樣到底要不要去看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疑惑 還是去看沒關係 結果有時候我們會碰到說 年紀大 不好意思看 因為他的問題 他覺得很小 可是又很困擾 比方說有一位 大概55歲的父女 他來門診就說 醫生 我說你有什麼問題 他說我覺得 就下面怪怪 好像長一個東西 我說什麼都發現 最近才發現 長一個東西好像突出來 會不會子宮掉出來了 好 我們看一下 他說好 上去看一下 我說沒有流 在哪裡 你說有一顆東西在哪裡 他說有啊 在那個外面這裡 我說沒有 你子宮位置很高 你什麼東西掉出來 有啊有 在尿尿的地方後面 那就摸到一團 我說是這個嗎 他說是這個 我說這個是尿道的後臂 也是陰道的前臂 這是尿道的最下段 這叫潛艇 稍微突出來 他說那不是一個流嗎 我說就是這個 兩三公分這個東西 我說這個叫做 就生過小孩子之後 他會比較突出 這正常的 你現在才發現突出啊 他說最近才發現 我說他突出很久了 他慢慢突出 注意 他說那以前為什麼沒有 我說以前 生過小孩子之後 你那時候年紀還沒那麼大 聽今後慢慢萎縮以後 會下墜更厲害 那這種情形其實很多醫生 都看過很多次 都會很困擾 就覺得說這種為什麼要看 我說其實對病人來講 他不看他覺得 這個不能安心 像我之前 有一次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故事 他就是一個老師 他突然發現 他腳底有痣 然後他過幾天 他就死了 然後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是皮膚癌 然後因為他的那個 腳底的那個痣 是不對稱 然後顏色也有點不均勻 所以那時候我就發現 我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腳底也有痣 看那個故事 我就就是邊看邊哭 然後我就立刻叫我媽 媽 媽 妳趕快來 然後我媽也就一起看那個故事 然後看我們兩個就大哭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死了 以為自己的 對 然後我媽就說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 先掛號好了 然後我們就掛去 去長根急診 然後我們就去掛號 對 然後後來 醫生就看到我們 我就趕快跟醫生講說 我就是整個過程 然後醫生就說 你不用擔心 因為那個痣 痣就是你要觀察它 然後就是它的那個對稱 跟那個顏色 你的痣是OK的很漂亮 不過他就說 他就鼓勵我 說你們這樣 你這麼的機靈 這樣反應是好的 但是你就是要注意 你的那個身上的痣的變化 有多了痣或是痣有什麼對稱 不一樣的 你都要去注意 就隨時要關心 但不要過度驚嚇 對 很多人會以為說 痣大部分都是天生下來就有 其實後天長出來也不少 然後像那個剛剛維琳講 在手掌腳掌 的確它的這個 在亞洲人黑色素細胞癌 二性黑色素細胞癌 都是在手掌腳掌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也會鼓勵說 如果你有看到 手掌腳掌有痣 然後有變化有變大 還是盡早把它切掉 然後有一次 我就有一個病人 四十幾歲進來 那他本來是看施診 他就問我說 醫生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這個痣 他覺得難以啟齒說 什麼痣要叫醫生看 那我就幫他看 他就長在那個手的地方 我就看到說 這個還好 很均勻 很對稱 那我就幫他檢查過以後 那一個 一個是可以檢查 但是後面如果排很多人的時候 不要給醫生太多 然後就開始全身上下 都叫醫生檢查了 那我們有一個大原則 其實這在美國也是這樣 每個月的一號的時候 譬如說一月一號 二月一號 三月一號 那哪一顆痣 你覺得 你看他覺得很可疑 你就放一個齒在他旁邊 然後去量 看他說 然後拍照 用手機拍照 那通常都教病人這樣 他們就會很滿意的 離開診間 不然他會覺得說 醫生你好像 你跟我說沒事 真的沒事 我覺得有一點困難 我會教他說 其實你每天每天自己觀察 是最準確的 如果長在手掌腳掌 你自己還比較容易看 我們聽到 最怕長在那個指甲底下的 很多時候會被人家忽略掉 有人指甲會突然間有黑腺 他都覺得好像沒什麼 黑腺 但是有時候黑腺比較粗的時候 你還是要小心 那還是有可能是黑色素細胞瘤 我是親子部落客愛 就是剛剛蔡醫師講的 我就是真的有發生過 因為我幾年前就是在耳背 耳朵的背後 長了一個很小的痣 然後也是朋友 妳是耳背怎麼看得到 也是朋友跟我講的 然後那時候那個痣還很小一顆 結果 因為是幾年前發現的 然後就上個月 就是我朋友又說 我說真的嗎 因為我自己完全是沒有去注意 這個部位 然後他說 你這個可能真的要去看皮膚科 會不會是皮膚癌 然後我整個就是想說 皮膚癌就是有這麼誇張嗎 就是一個痣而已 後來就去看皮膚科這樣子 結果那醫生一看 他就說 他說你這個 他有拿齒量 他有拿齒量 他說我有超過0.6公分 然後他說 而且你這幾年是有持續在 變大 對 所以他就說 我幫你做一個病理切片檢查 就是確定有沒有一些病變這樣子 他本來很小一個 然後後來上個 就是上個月就是這麼大 然後我自己都沒有發現這樣子 滿像皮膚的 對 結果他一個禮拜回去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報告出來怪怪的 他說你這個如果 我建議你切除 一勞永逸 對 那我們當然是 當然是聽醫生的話 就趕快切了 對 當天就切了 就當天 這就是當天準備要切了 然後當天又縫了五針 那現在不是更安心一點 當然安心很多 至少你不用一直去擔心說 他會不會後面有什麼後續的問題 可是我問江醫 這個切得乾淨嗎 切得乾淨 對 黑頭細胞瘤在 如果他很小的時候 因為癌症都是一樣 周圍都要有個安全巨型 是 那如果說你在很小時候發現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切完了 切完還縫得起來 可是如果你稍微大一點的時候有沒有 你切完之後 會有一個很大的洞在那邊 沒有要補皮了 傷口 就是需要從其他地方拿肉來補 因為變切一個大洞 所以你有補嗎 不用補 我沒有補 還算小 還算小 還有你同學 對 我很感謝他 其實那個病人來看診 有時候不只是看私密的問題 他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種抱怨 他來看病人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會支支吾吾的 因為他覺得不好意思說 這麼小的毛病來看醫生 就有一個十幾歲的女生走進來 走進來的時候我就覺得他 黑黑的 然後瘦瘦小小乾乾的 我就走進來坐在門 就坐在椅子上 我就問他說什麼問題嗎 他就有點滴在頭上說 有個問題 我不知道當不當講 我不知道這樣子來掛號好不好 我心裡想說 你都已經掛了 我都已經來了 對啊 我就說沒有關係 你講講講 他說 可是我不曉得這樣子 跟你講了 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會不會單問的時間 我說你現在就在單問的時間 我心裡這樣想 我說你就趕快講 你說對 可不可以問這樣 他說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很癢 我就說 我當然要問 我當然要問我說哪裡 他說全身都很癢 我就說 他說那你皮膚有一些紅紅的樣子 我說搞不好是濕疹 他說都沒有 他說把那個手這樣捲起來 就這樣乾乾的在脫鞋的樣子而已 他確實沒有看到什麼紅紅的地方 我說你這樣多久 他說快要一年 我說你都怎麼處理 我說會不會是天氣太乾燥 我說你有沒有摸乳液 他說乳液換了七八個牌子了 都還是這樣 我說還是你家裡除濕劑開太強 他說他家裡沒有除濕劑 我說那你有做過什麼治療嗎 他說他有看過中醫 調過體質調了好一陣子 也去皮膚科稍微看了一下 他們也建議他擦的東西 保濕的東西 但是都沒有效 我就說那我幫你抽個血好了 我本來只是想打算說 幫他抽一下乾功能和腎功能 沒事就叫他再去找其他皮膚科醫師 我就順便抽 電點子抽一抽 抽出來 鈣離子11.5 我就非常非常的訝異 因為他鈣離子就很高 因為鈣離子正常是不會超過10的 他就11.5 我就非常的訝異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都有沒有什麼其他症狀 就是對 然後他就說前一陣子的時候 我就問他體重有沒有變輕 有沒有什麼東西 他說有 好像就是變得比較瘦 因為他就是這樣乾乾乾乾乾的 結果我會幫他一抽 後來我就幫他整個去檢查 後來我再去幫他排超音 不過再做個合一檢查 結果發現他那個腹甲狀腺 在我們講到線的上下左右隔一顆 死人有四顆 他在他右上的地方 那個腹甲狀腺變得超大 變得快兩公分 他就是腹甲狀腺變成一個瘤 功能抗徑 因為腹甲狀腺就會造成 我們人體裡面的那個 活性的維他命D會太高 他會一直吸收鈣 然後吸收鈣了之後有沒有 你的人 你高血幹 你就可能會癢 而且高血幹會一直來 會一直 人會一直小便 所以他走進來的時候 看起來就這樣乾乾乾乾乾乾 脫水這樣 對 像脫水一樣 他整個乾乾的水才一直癢 對啊 所以我才說 其實有毛病還是可以來看醫生 但是就是 對 繞來繞去 對 繞來繞去 憶恩也真的要碰到你這麼仔細的 一般若的他這種 都推給他 叫他去看皮膚 對 打發他 對不對 沒有 那個 醫生要有知識 難怪我媽媽就愛你 她每次我要來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媽就說 我跟你講 你去跟那個江醫師講 我都有在追蹤她的FG 對啊 你真的是媽媽的愛啊 你不能再讚美她 你太驕傲了 真的 有一天呢 就那是一個週末 然後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媽媽 她是被她的小孩子 就是週末小朋友回家 然後去看到媽媽 被她媽媽拖來急診的 然後她外觀看起來是滿正常 她主宿說 然後她原來是在家裡 然後小朋友就來陪媽媽 然後就發現媽媽好像 一陣一陣就會摸一下肚子 然後就問她說有沒有不舒服 她說好 就是偶爾會這樣子 可能是便祕吧 就偶爾會痛一下 脹一下這樣子 然後小朋友就很緊張 就覺得 平常都沒有顧到媽媽 就原來媽媽不舒服 那麼久了 所以就趕快帶到急診 那我一看她摸一摸 也沒有哪一個點說特別痛 她就是一直 她就是覺得她說 這樣 那我看了一下她的 過去病史完全沒有 所以她是把急診室當出診 這樣子 然後 對 急診室當出診 對 然後我想說 那好吧 那我也不能拒絕病人 那妳既然來了 我就幫妳檢查一下 所以我就幫她做一下基本的 因為她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就幫她做基本的 S光小便抽血 那後來我就開始去忙其他的病人 那中間差不多時間了 我就翻她的報告 抽血完全正常 沒有瓶血沒有發炎 糖分 肝生功能 什麼都正常 小便也乾淨的 可是她的S光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因為我們肚子裡面有腸子 所以照理說 腸氣是到處會有分布 但她的下腹部完全沒有腸氣 那妳要去推 說有東西在那邊 把腸氣往上面推了 所以下面有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我就跟護理師說 這個在哪一床 我找她一下 我做超音波 結果有個護理師幫她打針 就說 她說她只要抽血就好了 她什麼都不要 然後她說她也不要流點滴 然後就走了 因為她在附近的咖啡店 跟她的女兒 因為孩子們來找她敘舊 所以在那邊喝咖啡 就護理師就很生氣 我們也覺得說 那妳沒有尊重急診的規矩 妳急診病人就不能離開 然後護理師就說 田醫師等一下她回來的時候 讓她再看下一個醫生好了 我是這麼想沒有錯 是應該要懲罰 可是她 是應該要懲罰 因為她沒有 對 可是她有問題 萬一下一個醫生沒有想到我想的 沒有發現 所以她回來說我念了一下 結果做了超音波之後發現 她有一個快20公分的腫瘤在下 20公分抓到了 對 20公分 而且從那個腫瘤看起來不均質 我們很怕看到不均質的腫瘤 表示她可能是癌症的機會很大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她說 妳要再癌症了 妳剛剛那個點滴沒辦法 我要再幫妳做個電腦斷層 所以我們再癌症 結果做了電腦斷層 就發現 卵巢癌 然後骨盆腔都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水 看起來不是很乾淨 表示可能骨盆腔裡面 都有轉移了 之外 肝臟也有好幾顆 可是這病人外觀不像 然後他們家屬也是 一整個很錯愕這樣 所以我又再幫她 加驗了腫瘤標記 然後叫她一定要回婦產科看 然後她就說 她說我生完小孩之後 其實我有在追蹤 我都有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我說子宮頸抹片檢查 不算 你又沒有去看過婦產科 她說 很多人都以為婦產科 就是在接生 可是婦產科實際上 婦科的部分還一大堆 對 卵巢癌目前大概七成以上 都還是第三期末 第四期才發現 就是跟這個案例一模一樣 覺得他們的病人都是等到 很脹很厲害才來 所以沒有辦法發現初期 書上都跟你說 卵巢癌初期沒有症狀 其實我以前做過研究 二十年前我都做過研究 因為我不信 我就問她很多病人 我大概抓了兩百多個卵巢癌病人 問起來發現 他們其實最近半年內 都有 但他們當作腸胃病 就是有的擺著 有的去看腸胃科 所以我們腸胃科跟婦產科 常常互相轉介 就是說我這邊沒事 你要不要看她那邊 而且現在大腸海又多 其實真的要 就是說我常常說 如果這樣的狀況 你常常這樣子 用消化器的藥 腸胃道的藥 吃了兩個禮拜 都沒有改善 你要不要婦產科匯一下 當然是要女生 男生就不用來了 那時候因為 軟巢癌的死亡率也高 軟巢癌到目前 初期可以存活力 五年存活力可以達到九成以上 可是末期的 常常達不到四分之一的存活力 跟子宮頸癌 子宮內膜癌差很大 對 所以這些早期 如果早期發現 就是說你有這些問題 如果持續兩三週以上 其實你可以考慮 消化器跟婦產科 兩邊都看一下 那如果我們可以沒事 比如說像我已經結婚生小孩 生完小孩之後多久 我們可以去檢查一次嗎 可以檢查 因為軟巢癌 用定期篩檢是查不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不合經濟效益 統計起來大概做 所以變成會增加很多 不必要的手術 就是說很多根本也不是問題的 但是卻被處理的 所以醫學到目前全球 用抽血 用超音波 都不建議用來大量篩檢 但如果你家族有問題的 你可以考慮 比方說也許三到六個 也去做一次檢查 但是健保的立場來看 不建議說這樣浪費醫療資源 到校所有的人都做篩檢 這家醫師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這家醫師專門喜歡 談智慧的問題 不急等一下就談 談智慧 我要講的是說 那個女孩子肚子大 像他前醫師講的 肚子大你不要以為都是胖 其實我們之前常常 教各位怎麼判斷 除了自己壓壓看 你真的胖 壓起來就是軟的 你如果真的是那種 裡面有癌細胞造成腹水頂起來的 或是裡面真的有長 硬邦邦的東西 壓起來就真的硬邦邦邦邦 因為我們之前還常常 告訴各位 最好是 永遠去看看自己的肚臍 肚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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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裡面有長癌症的 肚臍是會變淺的 你肚臍雖然變大 肚臍是變淺的 對 如果你是變胖的 肚臍變大 你肚臍是變深的 對 所以我說你平常就兩人 身不見你 身不見你 手指的 軟的嗎 對 那就是胖而已 胖 瓜哥 我們小時候都說 肚臍穿穿好地勁 肚臍穿好地勁 就是說 所以瓜哥你現在就越來越深 就是因為有錢 因為為什麼 因為錢就是胖 純屬小 太客氣了 剛好有錢剛好又很深 出發這麼巧 來 治療費用太高 病患自製烏烏難開口 對 真的 大家想說 現在都有健保 每個人幾乎都有 那甚至低收入戶也有福保 可是我們還真的遇過 就是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有一個五十幾歲的一個男病人 那進來診間我們看 他不是在醫院旁邊那個流浪漢嗎 前面擺一個碗 要丟十塊錢那個 那他就來就是說 他的腳底長了這個密密麻麻的 就跟你一樣長瘤 就是跟妳一樣 對 但是他長 對 就是我現在 妳就長一顆 對啊 我就 我發現我那顆以前是痣 因為你們剛剛在講的時候 那個是痣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要幹嘛 對 因為他可能也長期沒有洗澡 沒什麼注意自己 但是這個油 長瘦 我也要 他自己講 我也要怎麼這樣不行 我會不會很臭的 沒有 他這個大概一個禮拜 一顆才一個禮拜 沒有 沒有 他那個是 我是說他不洗澡跟油 沒有絕對關係 是說那個流氓 那他可能沒有常 自己檢查身體 但是他開始走路會痛 他才發現說 他腳底長了這個 密密麻麻十幾顆的 這個病毒油 那就來 我們醫生就跟他解釋說 你這個病毒油 這個是可以治療的 那你如果不治療 他有傳染性怎樣 講很久 那等一下我們就幫你 做冷凍治療 我們冷凍噴漿再拿起來 他腳就縮回去 他說不要 你開要給我就好了 那我們就說 好說的歹說 你這不治療 可能 甚至你的手上都有可能會長 結果那個他就說 算了算我不要了 他要走出去的時候 我們護理師就講了一句說 不用錢 賢保有出錢 不用用的 他等一下馬上跟我來把腳翹起來 好壞喔 其實那個人他突然有點像 他是假要付錢 那他不講 我們怎麼知道 當然我們知道他是流浪漢 可是我們不知道說 他不曉得 原來這個冷凍治療 是有在健保給付 那他是屬於一個優勉的身分 對 所以他後來知道不用錢之後 每個以外都有回來做冷凍治療 沒有 就很準時 就好好把他做治療做 可是有時候醫師太主動 一直就是那個的話 我們也會很緊張 因為我們也會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 像我老公就曾經有過一次 就是他就是門牙的旁邊 就側門牙掉了 他要去植牙問了第一間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點貴 因為七萬塊 七八萬塊我還是覺得有點貴 我想說我換去多問幾家 就大概都是七萬八萬 九萬十萬七萬八萬 就大概這類 那如果有一家跟你講三萬 你敢用嗎 沒有啦 就是大概就是 要跟上下游移 那一般這種心態的 比如七到十二萬 他一定用到九萬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好了 我找了幾間 然後這間多少錢 他說沒有啊 我已經付錢 已經決定要去台北哪一間看 我就說 沒有啊 我們講好就是問清楚 然後這一塊 我說那你一顆看多少錢 他說他看二十萬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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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像金牙 金牙是不是 什麼 你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因為我老公嘻哈 就很喜歡 我想說是金色的嗎 怎麼會這麼貴 然後他就說 沒有他說因為人家 院長親自出來 帶著那個什麼 又帶著什麼 然後他就出來 然後講了半小時說 因為我的這個牙齒 因為如果做了這個牙齒之後 直牙進去了 前面這邊的顏色會不均勻 旁邊這邊會怎麼樣 他全部把前面都一起 稍微幫他做起來 所以二十萬 結果後來我就說不行 我說這是超過我的預算 因為你一顆就這麼多 我後面還想說 你可以順便一起整理 我說你不要前面沒事的 就去把它磨小 那我就說 你就先整理單顆 他說 可是我已經跟那個醫生講好了 然後他的頭期款的一萬塊 已經先刷下去 明明先付了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天啊 我最後的是 就是只好打電話去 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要搬家了 距離有一點遠 三個人 我說 反正他不能處 對 我說距離有一點遠 我說我怕到時候 兩三次的這個療程 因為他要開刀什麼的 我說我怕他不會過去 結果後來 最後真的忍不住 我說而且也太貴了 後來他說那不能退 就是不能退那一萬塊 我說沒關係 沒關係 算了 不要退了 不過我就掛電話 結果最後是還好 他最後打電話過來說 我們院長說可以退給你 他說 很好 他說歐蜜朵 我就謝謝院長 對啊 可是在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天啊一顆二十萬 我老公 我就問我老公說 你怎麼就會這樣答應下去 他說其實也是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他對 他整個院長出來 講了半個小時了 然後又跟你 又好像很為你好 所以他就掛下去 最後 大家不要關心你 最後選哪一家 沒有 你是選九萬塊的 對不對 對啊 好強喔 人的心態一定是 對 不會找最貴也不會找最貴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 自肺的部分 大家會想到說牙齒 還有什麼患關節 什麼塗藥之價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個都是一次性的消花費 花一次就好了 對 可是你知道我們內科的疾病 尤其我們腎臟科的疾病 有時候吃某一些要一吃下去 是要一直吃下去的 比如一個月要花兩萬塊 可能就要一直吃下去 這加起來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我那一天門診 來了一個女兒帶著媽媽 然後媽媽就很難過 就是走路很慢很慢 然後他女兒說 他媽媽糖尿病慢性性衰竭 在另外一家醫學中心 然後醫師跟他講說 可能在兩年之後 就要洗腎了 那當然他心情很難過 他就追問問那個醫師說 那有什麼藥物 可以延緩 可以治療他的疾病 再花再多錢 我們都沒關係 那那個醫師就很嶄 聽節節跟他講說 沒有 他媽媽回去就很難過 因為可能要洗腎 他就來找我 他要帶我再確定一次 洪醫師有沒有什麼自費的藥 可以治療媽媽的腎臟的疾病 當然我也想要跟他講沒有 可是的確是有一些藥物 活性炭 銅酸 胺基酸 還有一些造血症 這些是自費 那我就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女兒好想知道 有沒有這麼 那我又想說 我會比那個 另外一個醫師厲害 我要告訴他 可是很快我就後悔了 因為你有沒有想過 你講出來之後 那可是他又要很孝順 那我剛剛講兩萬之後 他就問我說 洪醫師 洪醫師 那是不是吃一個月就好 我說不是 一個月可能大概兩萬 你要一直吃下去 吃到什麼時候 吃到洗腎 那而且你把它延緩更久之後 你是不是要 你延緩五年就要吃五年 延緩十年就要吃十年 那個錢就這樣一直花下去了 然後那個女兒就 那個媽媽就轉向女兒說 女兒不要花那筆錢 那個沒關係 可是那讓媽媽這樣講的時候 女兒又會更說了 說媽媽 再怎麼樣 我再怎麼省吃 今天我都要買這個藥給你吃 那我心裡說 那他就轉頭問我說 洪醫師可不可以刷卡什麼分歧 我心裡就想 我真的是說錯話了 可是他話已經講出去 怎麼辦 好能做到底 我幫你 就幫他付兩 沒有付更一字 付更一字 付更新款 不是 我就跟他講說 這樣子 其實這個東西很貴 但是CP值不高 全台灣省一百個病人 可能不到五個病人 有吃這樣的藥 因為實在是效果不好 這樣好了 我給你做一個CP值最高的 我會開一些 維生素B群 葉酸鐵劑 這些幫你媽媽的營養等等 這個都健保給付不用錢的 可是你還是要讓他花點錢 沒有花錢他會覺得不行 只是健保 他說你最多 就每天花一點錢去買一個 那個媽媽可以吃的那種 洗腎 就是慢性腎衰竭專用的一些營養品 有一些低靈甲牛奶等等 去給他補充他的體力 這樣子其實也可以延緩洗腎 其實效果跟他比起來 差不了八九成 他們會覺得說差不多 所以當我這樣跟他講 女兒算算他的荷包 一天只要花個不到一百塊錢 可以達到想他就非常滿意離開了 其實台灣的健保 一年大概花掉六千億 台灣的自費市場也差不多是六千億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自費台灣的醫療的自費市場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每次那個病人進來的時候 像蔡醫師剛剛講的 其實病人不用擔心 因為醫院如果要自費 一定會叫你簽名的 對 沒簽名 他是不可能先給你用的 我愛你不認帳怎麼辦 這樣很奇怪 對 但是我奉勸的是說 因為我們醫生有時候 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因為我們外科 我們常常遇到一些手術 手術裡面就有很多自費的氣場 不管是藥 還有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常常講的 止血淋膠 或是一些快速的自己 讓你手術可以加快速度的一些器具 通通都要自費 可是有時候我們病人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跟他提 像之前就有個那個大學生 大概21歲而已 就走進來了 就是因為他這幾個禮拜 就是上次痛 已經痛了六七次 這幾個禮拜就是痛六七次 但是每一次痛大概半小時就好 那時候我們一檢查就是膽結石 我就跟他講真的這個要開到 因為發作得太頻繁了 一定要開到 他就說可是醫生 我說你們那個怎麼開 我說就腹腔鏡開 他說腹腔鏡是不是分很多種 我說對 我說那你會有哪一種 我說都可以 如果他說健保的呢 我說健保的就是 打三到四個小洞 那個洞其實也很小 他就說我很不想在我肚上留疤 我很care我的那個樣子 身材 然後我就看看他 我就說 我其實就在想說 其實減肥比較快 沒有 他就問我說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就說有啦 有啦 還有那個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傷口的話 其實有個所謂的單孔肌腸鏡 就在只有一個洞 而且在肚臍那邊直接打開來做 開完刀縫回去的時候 根本沒人看得出來你開一個大 但是那個就要錢 就要四萬多 我就跟他講這些事情 他聽的時候好像有點猶豫 我就說沒有一定要用這個 你就用傳統的就好啦 他說沒有啦 我不是在考慮這個 他說因為我現在五月多 他說他還在念書 那他可不可以等到七月的時候 寒暑假再來開 我說好啊 你如果堅持這樣的話 就這樣 就兩個禮拜之後就在急診室遇到他 超級大發作 超級大發作 那天晚上剛好是我直播 我就去看他 我就看他說那還是得開啊 結果最後還是用傳統的 複翔鏡把它開掉 一樣很好 但是差點開不下來 因為他發作得非常厲害 那天還發高 差點開不下來 最後還是幾個小洞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看吧 叫你不要等到那個暑假 你就便便擾不下 不過他自己跟我講 他說沒有啦 因為你那時候說那個單孔的有沒有 要五萬多塊嘛 他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他說他想要趁幾個月 趁幾個月去打工有沒有 把那個醫藥費賺到之後 他順便要來開單 對啊 我就說那你幹嘛一定要單孔的 我不是跟你講說那個傳統的 就好了嗎 複翔鏡也很好啊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自己問的啊 你又這樣講 對啊 因為他自己開口問 然後我跟他講他又說不要 他說不好意思 他就絕對要去做這件事 最後這個開完了也不用付錢 也不用付錢啊 通通健保 而且傷口也是很漂亮 根本沒有問題 第三樣 太尷尬了 看診師密不聞 很讓人好為難 真的 講到這個 我之前只要有病人啊 男病人進來 然後他如果講一句話 我就知道他要看哪 他如果一進來就說 我就知道他要看私密處 因為這個是常常遇到 可是你名字看不出是你 對 重點就是我心裡就 明顯啊 然後就是 他們 這名字明明就是母人 還女字旁的 所以有的病人是這樣 他可能 他也沒仔細看今天事 他只是覺得有個皮膚科 那我有點不舒服 我就直接進去掛號 所以他有一次 我就要一個二十幾歲 這個男生 他就門打開 是男的 他說 好 不可以 尤其是二十歲的男生 我一定要退 沒有 我不是均衣出生的 但是呢 其實我們就是秉持公正公開 這個很正直的態度 要幫他解決問題 我就說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然後我們就找我們旁邊 一個護理師說我們一起 這個在隱密的地方 妳還找護理師一起 一下子就是因為我們一起好了 沒有 就是 醫師如果幫病人看 比較私密的地方的話 都要找陪同的人員這樣子 才不會跳到黃河喜不清 那我們就幫他看說 那我們到這個簾子後面 幫你看一下 那這個男生非常的害羞 他褲子脫下來 不到一秒鐘又穿回去 我根本還在那邊 你要看哪邊 你要給醫生幾秒鐘看一下 然後所以第二次他就 比較能夠溝通 他就說好 然後他就放下來 其實我心裡偶爾是說 不要這樣 其實醫生也不是真的很想要看 我們是要看你病灶 才能開這個藥 不然有的他會說 就是我那裡就是紅紅的 用敘述的 我說醫生沒有透視眼 結果這個病人呢 他褲子拉下來 我一看就是龜頭的地方有點紅 所以我就說 你這包皮龜頭的眼 就是跟清潔稍微有點關係的 那我回去開個抗生素 給你擦藥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褲子穿好這樣子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這個經驗 就是我第一次內診 因為我覺得第一次內診 就是最尷尬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就是 年少輕狂的時候 就跟朋友出去玩 年少輕狂 沒有當媽媽以前 然後就是每天熬夜 然後追劇 然後就是 生活做起就很不正常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有一些分泌物 然後我就用了護墊之後 我就 大發炎 因為它就 那個量就非常的多 而且會有異味 那我想說 這樣真的不行了 我就去想說掛急診好了 一次解決比較安心 然後我就去大醫院掛急診 然後後來就是 也是一樣就是 不是拔爪 是那個什麼 也是躺上去那個 內診椅 內診椅 腳要開開的那樣 對 就是也是躺上去 然後我就想說 第一次內診我一定要女醫生 因為我實在是太害羞了 然後後來就是 真的是進來是女醫生 就後面就 進來了大批的 好像實習生 還是就是醫生 大批 對 就大批的 大批人馬 大批人馬 就是想說 第一次內診 然後大概就四五個人 然後之中還有男生 然後就是 醫生就想 醫生還很大大大 就這樣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來看一下 這基本的 然後還打燈 打燈在你的肢力部 然後一邊聽 一邊說 有沒有看到 來 近看 這就是基本的八炎 對 然後就指著我那邊 然後就是 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話題 好開心喔 對 然後就是第一次內診 就覺得 這麼多人一起看你的下題 就會覺得有點害羞 交血門診 現在要掛牌子說 這是個交血門診 你要先同意才可以 否則一般的診 你當場看到一群人 你可以立刻跟他說 醫生 我不想要他們 可以拒絕 你這是你的權利 所以其實你可以講 因為我第一次內診 所以我想說 好像可能大醫院這樣 是正常的 所以我就不敢去 或是你自己取人家說 你可以再找其他人來看 隔壁的要不要來看 對啊 就覺得不敢說 我那天門診 來了一個 烙篩 你知道烙篩 感覺就真的很有男子氣概 可是他走路 就是扭扭捏捏的 就是從門診這樣走進來 那他要坐下來 我的那個診間 那個診療椅的時候 是非常慢的 因為他不舒服 那他就跟我講說 洪醫師我 他指著他膀胱那邊 然後膀胱那邊 刺刺痛痛的 你有沒有血尿 有沒有貧尿什麼 我幫你驗個小便看看 然後他就 他說洪醫師不用驗 用看就看得出來了 那我就說 好 那好人做到底 我們到後面 我們到後面去看一下吧 那就把他褲子拉下來 就發現問題在 他是個烙篩糊 然後他的有胸毛 肚臼的都是毛 可是怎麼到膀胱以下 一片空白 他屁尿 沒錯 他下面一片空白之外 充滿了那個 他就跟我說 洪醫師因為 他交了新的女朋友 那女朋友嫌他的 體毛太多 他為了討好他女朋友 就把他刮掉 可是刮掉他從來沒有 他從青春級以後 就是毛茸茸的人 那突然有一個地方沒有 他覺得很不舒服 他就去亂摳 那摳出來之後 就開始出現小紅點 紅點一些毛囊眼 那他自己又去亂塗一些藥膏 結果又感染又什麼 就變成化膿等等 那整個其實一大片 那我後來當然就是 除了開藥膏之外 開了一些口服的抗生素給他 那我跟他講說那個 天生我毛必有用 毛長在哪個位置都有他 為什麼會在我們腋下 腋下是摩擦特別多的地方 為什麼會長在這裡 這裡是你摩擦 你穿褲子是 事實上他在保護你 那你今天把它剃光光 當然你這個會至少最受 我說當然假設 你真的是覺得太不好看了 可以稍微修整齊下 像女孩子要穿個筆機 你可以去找專業的人 幫你修整齊下 你把它剃到光光 你會非常不舒服的 但你有專門修剪師 你不可能自己修剪 因為你不會修得那麼整齊 然後像我覺得 像那種私密處 就其實像剛剛講的 像那些感染的衣服 其實像我自己曾經有一次 就是我工作的時候 我就蠻年輕的時候 但我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工作的關係 然後穿的衣服比較緊 然後等待的時間又很長 但那個衣服也不好穿脫 所以呢 就憋尿 我就憋尿 人到最後很神奇 沒有感覺了 沒有出來 對 你就覺得 鳥翼消失了 好像還OK 就是很難過的那個高峰過了之後 沒什麼感覺了 就很奇怪 就覺得身體好像也蠻適應這件事情 就可以了 然後兩個多小時之後 我換完了衣服 我終於可以去上廁所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先 就是你想 可是它上不出來 好了 你就努力了一下之後 它上出來 很痛 沒錯 對 非常痛 可是我一低頭看 我整個人差點沒有昏倒 在那個廁所裡面 全部是紅色 血尿 超紅的 嚴重 所以我隔天就跑去醫院看 因為我覺得我血尿的過程 太不舒服 然後他就會幫你就是抽血 然後他要看你發炎這些東西 因為我很怕俗 所以我就逼醫生幫我做很多檢查 因為我就是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對 然後後來醫生就跟我講說 這個東西很容易會復發 就算你現在治療好了 對 你只要就是譬如說 會反復 反清潔沒有做好 或是你又憋尿 或者是什麼生活作息不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再反復 對 那其實我覺得女生會很可能的原因是 我們有生理期 然後再加上剛剛就是瓜哥講的 沒有除毛的習慣的話 很容易你如果又沒有洗乾淨 你又追劇 這些東西 日夜顛倒 日夜顛倒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發炎的情況一起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因為他反復發作 我長期要吃那個消炎藥 因為很不熟 而且他消炎藥一定要吃一個禮拜以上 對 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覺得好了 你就停藥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的過程實在太辛苦了 而且醫生那時候就跟我說 女生一旦如果發炎 你穿過的內褲最好是高溫什麼阻礙 但是最好就丟掉 因為他覺得你上面如果 因為你沒有洗乾淨 很容易就是你 你再碰到它就會再復發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這種私密衣物的手洗精 它其實很重要 因為像我以前 我都是隨手用沐浴乳 或是洗髮精 就我自己覺得聞起來香香的 可是你知道有的時候 這些專門洗的 它其實是要洗進什麼 譬如說我們月經的一些寫字 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沾到 它其實很難洗 可是他們家的這個外表 超級時尚 你根本看不出來 它的包裝盒是長這樣 大家可以聞聞看它的味道 它的外形出得漂亮 好 大家可以聞聞看 它的包裝其實也很漂亮 這會不會男朋友拿錯 然後拿去洗頭 對 對 它味道是很新鮮 所以我臉太漂亮了 因為一手像很清香 對 它的味道 因為它是跟知名的這個香水品牌 有合作 所以它有三款 它的這個香味很好聞 之外 其實它裡面 大家一定要注重的是天然的成分 而且它不含化學 因為你要拿來洗這個貼身的 私密的這些衣物 味道不一樣 對 然後呢 應該三個顏色味道 最重要 你看 女生就喜歡外型的香味 對 可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 因為剛剛我有講 它可以把這個血字洗乾 因為它裡面有個蛋白酵素 所以你如果不靠這個蛋白酵素的話 你這些血字 像譬如說你沾到床單 沾到衣服或褲子 可能不洗內褲 可能外褲也會有 你就用這個洗 就會洗得很乾淨 然後最好的 它其實這個東西會讓我覺得 這個洗劑會讓我覺得 最好的一個就是它會有一個 也就是當你洗完了之後 它上面會有一個防護膜 所以你掛在浴室的過程當中 你不會因為掛在那邊 潮濕的關係就會長細菌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貼心 而且他們家就是 除了可以洗這個貼身衣物之外 他們家當然也有 就是私密處專門洗 因為現在的女生都知道 要有一個私密處專門的 一個這樣子的就是清潔的用品 可是大家可能都忽略了 就是可能你在貼身的衣物上 還要再做多一層的防護 因為這個本土廠商能夠做成 這個德性也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看起來這個質感非常好 對 非常好 這不是外國進口的 不是 是本土的 所以自己研發的是 我們就要鼓勵這些廠商 台灣的廠商能夠做得這麼好 不簡單 很厲害 我們不是常常呼籲 女人的私密處也不能洗得太乾淨 太乾淨 對 沒錯 不能洗太乾淨是指的是 硬道裡面 裡面不要清洗 因為很多抑菌 但是外面確實應該要洗 要好好的洗 各位知道女生的私密處 有多少東西 我們從前面往後看 尿道 有時候會殘餘的尿液 有汗腺 有時候有汗垢 對不對 有芳香腺體在旁邊 有陰道分泌物 陰道分泌物 有時候裡面出來的是 還有血液 有時候是精液 肝門的殘餘的分泌液 所以是五味雜陳 真的各種都有 所以說對於那個女性的私密處的處理 就比男性還要複雜很多 而且它又經常是封在那裡 那有些時候如果你使用護墊 還有幾天必須用衛生棉的 這個時候都是造成你的很多 增加感染的機會 那過去當然我們知道說 清洗外面清洗蠻重要的 但是現在這幾年來 大家也知道說 越來越進步 發現說原來這個私密處的 這個衣物的清洗 如果用手洗精是 效果會更好 因為她剛剛私家也提高過 說她的很多成分她能夠對 特別是一些血脂 血脂跟那個汗垢 是一些很難分解的東西 她能夠這樣把它輕易地把它弄掉 那我自己其實是用過這東西的 怎麼回事你知道嗎 有一次 因為你也內褲 對 我本來不是這個品牌 對 不是為了清洗內褲 是有一次突然洗澡的時候發現 我這樣怎麼出血了 我怎麼不會說 自創 像我這個年齡一般來講 應該是女性的話就停經了 女性怎麼會來經呢 不太可能 對 你看 陰狼上面出血 有一次看說 這很簡單 這就是那個陰狼 那個血管 腳化瘤 就是止血就好了 那個床單現在有血 我洗了兩次都沒洗掉 那個血字 那我女兒跟我說 那我這一瓶借你去用買 結果一試 馬上就不見了 牌子是滿神奇的 就是車子 對 滿有效的 是 要對自己好一點 真的 因為內褲真的要半年就要脫衣 對 我們其實多少都會長一點險 夏天癢 醫師都會脫衣 因為內褲要高 一高溫殺菌 要不然你就要換掉 要換掉 對 病患千萬不要因為不好意思 而拖延看診 就診時和醫師做良好的溝通 不要隱瞞 不要害羞 才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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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